哈喽大家好我是草芸 刚刚出去发完货回来哄完泡泡睡觉 我还没有冲凉 等一下再冲凉 今天好累哦 忙了一整天都在打包发货 今天傍晚接完泡泡在牛仔城那里拿货 拿服装 等了很久 其实我也是很早出门的 只不过在那里的话 它是限定时间什么时候去拿货的 先报单 然后傍晚有时候五点半有时候六点半 甚至六点半还没有在窗户那里送货出来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那里等到拿完服装回来 然后再煮饭吃哦 吃完饭呢 又要准备家里面的这些特产打包发货 所以为什么我现在做事拖拖拉拉 泡泡有时候在外面老师叫我 抱抱我 我要抱抱 他不愿意走的 你拿着那么多货的话 你也是要抱他的 有时候我真的好累哦 真的哎呀我都怀疑人生了 你知道吗 特别是去拿服装的时候 出去发货的话 你可以让他坐在车上 他不要你抱啊 但是走路的话他是不愿意的 老师在外面可能上学的时候 在学校里面不怎么吃饭 经常会放学了 就我买买买 真的是养了一个睡超鸡 所以不工作不行 今天晚上啊我回到家 吃完饭都已经8点半了 又开始打包这些笋干发货了 因为这些家里面有货的那些 可以晚上回来晚一点发货都没关系哦 看一下今天非常的给力 这些笋虾的话卖上还有一袋半了 今年所有的笋干全部在这里了 今天晚上我打包这些笋虾哦 打包好出来的 这样一袋一斤的这些哦 两斤的那些我就拿几箱来装 一斤的那些的话我就多装几个那些 打包快递的那些带子 缠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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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应该不会压快吧 不过现在双11啊 很多电商都开始爆单了 所以呢很多货 现在快递涨结啊 今天晚上啊超过3公斤以上的那些全部涨 所以他们叫我发外省的那些孙笋啊 有两个客户订的都是 一个是北京的 还有一个是 反正也是挺远的 孕份也是挺贵的 所以呢这个要过完 这个月的20号才能发货 才亏复原价哦 所以哇 前两天我回家拍的那些孙笋啊 今天已经全部发完货了 除非预留的那些还有哦 今天还有人在问我哦 他说孙笋还有货吗 我说没有货了 前两天还有很多朋友都说 这么大一罐我吃不完 但是现在啊大罐的都没有了 我们家的孙笋啊 真的我下来这里啊 一天就被全部购买空了 还有人还在问哦 但是没有货了 因为今年的孙笋也减产了 加上我留了一部分给大牌档的那个哥在用 然后我发了只不过小一部分哦 所以呢 今年的孙笋没有多少 但是笋下的话现在也没有多少了 今天晚上还有人在问哦 还有笋条吗 笋条早就没有了 卖完是没有的就真的没有了 你知道吗 我前两天回去广陵的时候啊 走过别人卖笋干的那些店里面哦 他们的笋干啊又回潮 然后颜色又有点怪怪的 而且闻起来的那种味道的话也是 不知道怎么样说吧 反正不好看也也也也不漂亮 给你们看一下我还偷偷的拍了一个 但是真的是不好哦 不像我们家的这些笋干晒得这么好 然后因为我们自己家里面晒得 当然要保全好一点是不是 我这里面一个蛇皮袋 里面又有一个密封袋然后装着 我想着哪怕卖得过年也可以的 所以呢就还剩下一袋半 应该卖不到过年了 所以呢这些笋下很快也会被卖完了 还有这个陈皮的话还剩下这么多 刚开始的时候我拿了有20斤回来哦 现在的话这里都不够5斤了 唉所以呢今年的陈皮 有很多人都让我去找新皮哦 今年的陈皮被别人炒起来了这个价格 所以呢不是不是正常价 所以呢今年我去看看 但是我不会买新皮哦 因为那个价格有点偏高 到时候呢好像07年别人炒茶一样 然后一崩盆的话那些陈皮啊就是降价了 到时候那些又放很多年才可以的 唉还有这个沙眼的话 沙眼就剩下这么多了 平时他们都是半斤啊一斤啊这样下单购买 但是每天买一点每天买一点也很快卖完 这个陈皮划生现在还剩下最多的 还有一些红薯干哦 红薯干红薯干还有大概有20斤吧 就剩下这些了 其实卖特产的话还是挺快的 我看了一下我今天的营业额 卖了2300多块钱 哇不过大部分都是这些特产啦 因为笋干卖的最多嘛 笋干的话我卖完我全部把钱清给我爸 其实我卖笋干的话是没赚什么钱的 因为我帮我爸卖笋干 当然是比他批发给别人又价钱又高一点 所以我给的钱给我爸也会多一点 所以卖完这些的话全部要把钱结算给我爸 到时候剩下也没多少钱 还是要努力工作赚钱 看一下做点其他别的 然后增加一点收入啊 嗯 其实看这些的话生意挺好的 只不过真的是不赚什么钱的 好像这些这些一样 这些陈皮瓜生 大家我也说过很多次了 大家也知道我赚多少钱呢 是不是 像我们这里的红薯干也是不赚什么钱的 你知道吗 我们广邻啊有的东西是挺便宜的 但是有的东西也是挺贵的 看是什么东西哦 就是说不是说每一样都是很贵 但是有的会贵一点 特别是买那些土猪肉啊很贵 牛肉也是很贵的 买吃的广邻是最贵的 我感觉真的 除非是你自己家里面有的 然后呢 要不然你再进一手二手那些的话 真的是超贵 所以你啥都是要自己家里面有 然后这样会比较省钱一点 现在国家不是提倡要多传粮食吗 有时候呢 会疫情突然到来 会封闭整个小区啊 或者是不能出去买菜的时候 所以呢 我家里面这个冰箱一点点 但是我们家的干货 到时候我也会留一点损虾 到时候过年吃啊 哎呀好累了 今天早点睡觉了 明天还要起来 有很多呢就是好像今天晚上还没有过完 他们就会给我下单买服装的 然后又要订其他的 我一个晚上有时候呢 就发布完我就跟他说明天再发货 所以呢明天还要早起来 每天都要努力奋斗 要不然我家的女儿睡超级怎么养的婆啊 加上到时候呢要上幼儿园啊小学啊那些 费用还是蛮高的 好啦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咯 喜欢我的朋友 请给我点要关注哦 我们现在再见啦 拜拜